現在老師回到我們簡報第17頁 你打開這個體驗版 老師有沒有發現 跟我們剛剛那個差不多 但是你第一次進去呢 他會有一個就是 就是一個導覽的畫面 那你就直接按關閉提示就好了 關閉提示右下角就關閉提示 OK 這樣就進來了 但是第一個要先考考各位 哪裡不一樣 跟模擬器哪裡不一樣 老師先 找找看哪裡有不一樣 你可以比較一下 我先給大家一個提示 右上角我們先比較一下 你看 我去抓一下這裡 這個是我們模擬器的右上角 我抓大一點點 來 你看體驗版的右上角 請問這兩個都不一樣 沒有防止對 因為他沒有模擬的 因為你要玩真的嘛 不用模擬 這是第一個 好 然後呢 沒有這個 還有呢 燒杯大家都有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這邊多一個什麼 好像有個東西對不對 對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您看這個地方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我們 叫做 載入範例積目 各位老師 如果你連剛剛寫那三行 都不想寫 就來這裡 載入範例積目 你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一些範例就可以 進來了 比如說你要控制 這個LED燈 我就來這邊 但是老師要留意一下喔 一定要注意 點這裡 跟點這裡 不一樣 就是你有點加號 跟點空白的 或前面這個字 兩個是不同 結果 點前面的 是範例會覆蓋你現有的層次 點後面的 是把範例 加到你現有層次的後面 兩個差一點點 那所以呢 如果現在完全都是空的 那就沒差 但是他還是會提醒你 有沒有跳一個 他就提醒你說 你的範例內容要怎麼樣 要被覆蓋了喔 是否 按確定 OK 有沒有就進來了 你只要負責把你的程式 改 改好 你用哪個開發板 用哪一個 這個 對不對 腳位是多少 有沒有這樣就OK了 這樣就連寫程式都不用拿 所以這叫載入範例機目 好在模擬器裡面沒有 體驗板跟雲端板都有 都有 所以你比較常用的 這是這一個 那再來你看一下左手邊 左手邊 這裡 這個是體驗板的 我們回到模擬器這邊 來看一下 請問 有沒有不一樣 現在在中間的這個是體驗板的 都一樣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這個 積木 在這邊比較多 他都把它分類了 有沒有發光的就發光的 環境 環境的輸入控制 這邊是不是都單獨一個 獨立個出來 這裡也不一樣 這邊也不一樣 這樣您了解 所以這個是 他最大不同 所以在體驗板這邊 他可以玩的東西就比較多 玩的東西比較多 所以你發光的 光發光的 我們這邊 就這個 還有LED點矩症 這是一樣的 但是環境輸入 這裡就更多 當然我們有講過就是 如果你讓他雲端板的 那是最完整的 就會再比這個再更多 再更多 因為那個電子零件實在太多了 他們家要支援的 還有很多可以支援 就是那個積木他要一直 擴充擴充 這樣你再使用才會比較方便 好 那了解他基本的不同之後 老師來試看看吧 偷懶的 你把它載進來 好不好 跟我一樣把它載進來 等一下呢 我們就用到這個網頁互動的方式 囉 囉 感谢观看